Hello 大家好 今天来为我的一个客人上个电视 这位客人非常的信任我 他整只眼镜的颜色都是我帮他挑选的 他说您帮我挑 我非常相信您的审美 虽然我们是在异地 但是也为这位先生挑选出来了 他比较满意的眼镜 首先我们来看到这位先生的度数 他的一直近视度数是500度 散光是150度 另外一只是450度的近视 125度散光 这位先生他的同距比较小 加起来62.5 本身这位先生因为他从事的是设计行业 那么天天对着电脑 我们沟通了之后 他觉得对于蓝光的预防有他的需求 所以最终选择到的是一个 蔡司的哲瑞单光的防蓝光plus 他的双眼角度能达到1.0的度数 最终我们考虑到这位先生 他的一个职业诉求 包括他的一个光度的诉求 然后最终选择到的是来自于 林德伯格的NOW系列 眼镜的型号是6554 就是我手上的这一款 6554和6544 这两个款型在NOW系列里面 都是属于比较畅销的型号 当时在为这位先生选眼镜的时候 我就考虑到了他的前框 我们选择到的是一个灰透蓝的 这么一个前框设计 虽然他选择到的是1.74的镜片 但是由于他的度数比较深了之后 而且同距比较小了之后 在边缘的位置依然是有透出来的 他的移心量比较大 那么他的移心量是我看72-62 相当于他的移心量接近了5个 边缘会厚一点 但是在他的鼻侧基本上就和镜框包容在一起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前框犹如北明之海 看上去就是有一种非常深邃的 这么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 但是带着一点淡淡的透光色 我们把眼镜转过来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只镜腿选择到的颜色是107 这个镜腿就犹如北明之海的坤 画鸟为棚 这两只就是犹如垂天之云 看上去整只眼镜就更高深莫测 但是又有一些颜色上的对比 所以这只眼镜 我觉得是对于一个设计师来说 既深邃既神秘 看上去也有一定的设计感 OK 这只眼镜我为大家上脸来试戴一下 绕戏戴上去整体就是非常轻 它的前框由于是做了非常减重的一个设计 前框的棉花纤维含量非常的高 虽然跟我们讲是一个复合材质 我们也不得而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材质 但是戴上去确实就是比普通的板材要轻很多 我们前框的一个大海色 再加上我们这一个天空的蓝色 这副眼镜就构成了你的世界 希望这一次来自于Limbernau系列的6554 能为戴先生带去不一样的世界 以后我们能积水3000 扶摇直上9万里 这里是龙叔甲乙 买高度眼镜找龙叔 品牌取权见货多 拜拜